台鐵普庸馬列車六年前在宜蘭出軌 造成十八人死亡 一百一十六人輕重傷 司機員尤正仲遭到判刑 四年六個月定驗 已經發肩執行 其中一名重傷的乘客 向台鐵求償五百八十四萬元 而台鐵則是向尤正仲要求一半的賠償 一審的時候 台鐵敗訴 但是高等法院今天二審 改判尤正仲必須要賠償一半 大約是兩百九十三萬元 高等法院認為 尤正仲因為超速 關閉了ATP系統 導致事故發生 在本案當中 具有故意過失 侵害重傷乘客的身體完整權 依照受僱人侵權行為 連帶給付的法理 應該要賠償一半 因此高院廢棄了一審的判決 改判尤正仲需要賠償兩百九十三萬元 全案還可以上訴 最後一審的判決